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分享一个解油腻的凉拌菜 首先在碗内打入4克鸡蛋 加入1勺玉米淀粉 1勺食用盐 搅拌均匀 水开下入菠菜 焯水1分钟,焯熟即可 之后控水捞出 放入凉水里面 平底锅开最小火 抹上食用油 倒入1勺鸡蛋液 炭成薄薄的鸡蛋饼 翻个面,摇晃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吃粉丝的 可以加入一把粉丝 烫软即可 捞出来,放入凉水里面 攒出菠菜里面的水分 粉丝长的话,可以用剪子 剪几下 捞出来,控干水分 放到盆里面 把鸡蛋饼切成细丝备用 加一点洋葱丝 胡萝卜丝在里面 这样可以使颜色更丰富 更加多姿多彩 大蒜切成末 喜欢辣的可以放一点辣椒面 再加入一把熟的白芝麻 烧好的热油浇上去 先搅拌均匀 再加入鸡汁 一勺生抽 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3-4勺米醋 适量的蚝油 白砂糖 食用盐 芝麻香油 搅拌均匀 把拌好的料汁淋在上面 完全搅拌均匀 就可以了 喜欢的话还可以加入花生米 搅匀之后就可以装盘了 这样做的凉拌菜 颜色丰富 多姿多彩 好看也好吃 而且营养加倍 做法也不难 没有下锅厨的新手 也能够做成功 端上桌的话 比大鱼大肉还要先光盘 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 我是阿胖,谢谢您的观看